健康三餐454 吃出营养美味来 欢迎大家光临Lucy健康餐454 今天我们做的主题是水晶萝卜丝蒸丸子 它用到的材料是 萝卜一根 西兰花半斤 肉馅半斤 虾皮20克 姜适量 木薯淀粉40克 首先我们处理一下肉馅 我们在肉馅中倒入生抽和料酒 搅拌均匀 腌制一下 这样是我们的肉馅有很好的底味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萝卜 萝卜首先要去皮 因为萝卜皮很有比较浓的辣味 去掉皮可以使用个口感更加鲜美 那做萝卜丝怎么能少去我们的擦拭器呢 这个擦拭器我已经用了五年了 我们用这个擦拭器 把萝卜擦成少粗一点的葱丝 萝卜丝现在已经擦好了 我们在萝卜丝中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均匀 我们要刷掉萝卜丝中间的水分 腌制萝卜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切一些姜丝 首先把姜切成大片 接着把大片切成细丝 然后我们再把细丝插成细细的姜末 把姜末放到小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西兰花了 那么这次的西兰花 我们真的只要几分的花花油 我们用刀切掉它的这个花蕊部分 那么这个花茎部分我们留下来炒菜的时候可以再用 我们把花蕊切成我们的西兰花碎 好了我们的圆菜料准备好了 萝卜丝西兰花碎肉馅姜末和虾皮 接下来我们来把我们腌好的萝卜处理一下 我们找一块细的纱布 把腌好的萝卜丝放在纱布当中 使劲挤去其中的水分 挤去水分也是除去萝卜的辛辣气味 让它的口味更加好 我们把挤去水分的萝卜丝放入小盆中 加入腌好的肉馅 切好的西兰花碎 姜末 虾皮 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的西兰当中 我们分次加入木薯淀粉 先加一些 把它搅拌均匀 再加一次 这样使木薯淀粉比较均匀的 包裹在我们的蔬菜周围 同时产生更好的黏性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丸子了 我们用手抓出一个鸡蛋大小的菜量 把它反复压实 做成圆润的丸子 放在我们的蒸体当中 在做丸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聊聊丸子当中的粉 这个粉可以是木薯淀粉 它Q弹透明 形似水晶 也可以是面粉或者糯米粉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实在或者软糯 但是Lucy非常推荐木薯淀粉 木薯淀粉中淀粉含量比较高 蛋白质含量也高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D、B族和C等 以及呢 鎂、铜、钾等矿物质 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却很低 是非常健康的食品 对于平稳血压、健脑排毒等 都有不错的作用呢 丸子放在蒸体上面 把它们分布均匀 锅上去后蒸制10分钟 那在蒸制完整的过程中 我们来调理一下我们的料汁 那先切好葱末和香菜末 在里面加入芝麻、辣椒油、生抽、纯醋 盐、糖、纯净水 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可是好吃的灵魂料汁哦 10分钟的时间到了 我们可以开锅了 打开锅盖 萝卜和肉的香气扑鼻而来 水晶萝卜丝丸子 新鲜的萝卜配上肉和虾皮 西兰花是绿色的点缀 漂亮又健康 再配上灵魂料汁 简直太好吃了 健康餐454的午餐 一份蛋白质来自肉馅 两份青菜来自萝卜西兰花 一份碳水是玉米 再配上橙子作为水果 健康午餐完成 如果你喜欢健康餐454 就点击订阅准发吧 Lucy会不断更新 健康营养美味的菜肴 让我们一起分享美食